哎哈喽很高兴又见面了 我相信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 欢迎一起学习成长 我是爱蜜莉爱你的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还是灵魂暗夜 但是今天要从稍微聚观一点的角度出发 你知道我们的地球也会经历灵魂暗夜吗 你可能会想地球又没有生命哪来的灵魂暗夜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 地球不但承载了所有生长在这个星球生命体的灵魂 也承载了所有无生命体的能量 而且我们的地球已经经历了好几次的暗夜 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是无稽之谈 那就让我们从不可考的神话 说到可考的近代科学好了 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有听过女娲补天 还有用黄土造人类的这个古老传说 其实女娲就是今天的地母娘娘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也有他们的古老传说 在他们的传说里 他们称呼大地女神为Pachamama Netflix还以Pachamama为主题拍了一部动画 故事的主轴也可以看得出原住民对大地母亲信仰的核心价值 古希腊神话里也有一个大地女神叫做盖亚 不论是我们的女娲 还是地母娘娘 还是Pachamama 或者是盖亚 都是将我们的地球 女人化为母亲形象的角色 而我们的大地母亲 不论是在古老的传说或者是神话里 都有德高望重的地位 因为它不但能够创造原始的生命 还能够有平衡能量维系生命的能力 然后早在西元前400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曾经提出 地球是一个有意识的巨大生物体的观点 一直到近代1972年 由一名英国叫做James Lovelock的科学家 他以科学的角度提出了盖亚假说 盖亚假说的大意大概就是地球 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 它能呼吸 而且它有秩序的 能够自我调节自身的状态 使地球的环境能够持续地适合着 生活在它上面的生命体生长 同时当地球的有害能量 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地球也能够自己启动机制 然后予以清除这些负面的能量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进化功能 所以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的演化 还有地球这个有意识的生命体的演变 是互相影响的方式进行着 而地球也能够不断一直转化着 在它里面一切的能量 听到这里 如果你还是认为我说的这些是无稽之谈 那你可能不知道James Lovelock提出的盖亚假说 对我们现今的生活影响有多大 盖亚假说 它能够提出来 其实是观察了地球的演变的历史 甚至包含了好几次的地磁反转 以及好几次的生物灭绝 才提出了地球是一个有意识的生物体假说 而盖亚自我调节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就是温度 如今地球之所以适合我们生存 过去之所以会有几次的生物灭绝 其实也都是因为温度的变化 讲到这里你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 盖亚假说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了 没错就是如今我们能够耳熟难想的温室效应 现今世界各国甚至为了共同遏止 这个全球暖化的趋势 还纷纷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迁等公约 巴黎协定等等 然后这些各国签署的公约 也陆陆续续影响着我们政府的法规 以及我们的经济 也许说到这里你终于开始有一点点愿意接受盖亚假说 认同地球是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 但是你可能会问 那这又跟地球的灵魂暗夜是什么一回事呢 那既然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也有意识 那我们也可以像神话一样把它拟人化 想想看一个人面对内在还有外在的压力 达到一个灵界点的时候 是否也是他陷入灵魂暗夜的时候 同理我们的大地母亲也是如此 影片的前半段有提到 当地球的有害能量达到一个灵界点的时候 他会启用各种机制予以清除 而这个灵界点其实就是地球的灵魂暗夜 那这些有害的能量又是指什么呢 地球又是用什么方式来进化这些能量呢 如前面所提到的 地球承载着生活在上面所有的生命体 而盖亚母亲的意识 就是透过所有生活在上面的生命和无生命的感知 因此一切生长在地球上的频率和意识的总和 就是我们盖亚母亲的意识 不论是有害的能量还是好的能量 绝大多数都是和生活在地球上面的 我们息息相关 既然大地母亲的意识 牵连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 其实这也可以看为一种集体意识的概念 有了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再来看看所有的天灾人火 其实都是意识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显化 例如澳洲好几个月的森林大火 还有各样的天然灾害地震海啸 甚至之前的柬埔寨新闻 八仙城堡或者是韩国这次离胎院的事件 其实全球性的疫情这些也是地球清理或能量转换的方式 如果以上的介绍你还是很难理解地球作为一个生命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那么让我举一个有名的日本动画工作细胞来做进一步的比喻 这部动画将人体内的细胞拟人化 透过人物的互动来表现人体内不同细胞的功能 以及细菌病毒过敏原药物对人体的影响 也就是一个人的身体中大约有37兆个细胞 而每一种细胞有各自的任务 每一个细胞的状态相对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 我们体内的37兆细胞可以想象成我们地球的70亿人口 我们体内每天都有上万个细胞死亡 也有上万个细胞新生成 就好比地球每天也都有人死亡和新生而诞生 然而我们不会因为每天有上万个细胞死亡 然后就有任何的身体不适 同样的地球也不会因为几万人口的死亡而进入太大的转变 但是当我们有创伤的时候 体内的细胞会为了防止创伤再恶化 然后会呼吁更多的细胞一起来阻止伤口的恶化 甚至是帮助伤口的复原 同样的 当世界的某个角落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 我们一样也会发起救助的活动或者是募款的活动 来协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但是如果一个人持续忽视身体三不五时释放能量的反应 当体内不好的物质或能量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就很可能会引爆更严重的疾病甚至意外 而这些不好的物质和能量也不是只有细菌或者病毒 现今的医疗已经证实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会影响他的生理健康状态 其实如果从能量的角度来看 那些过不去的事所引起的情绪都会被我们的身体埋藏在记忆 每当身体无法再接受你任何一点多余的情绪的时候 它就会显化成一个疾病 好让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同理我们不好的意识和频率就像心理不健康的状态 也会影响地球的能量和频率 之前我在灵魂暗夜的影片也有提到 当这些情绪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抗拒 只需要让它自然的流淌经过 同样的大地母亲也是如此 它并不会抗拒这些能量 但是它会自然的淘汰这些负面和低能量的存有 经历灵魂暗夜真的是很难受的事情 相信大地母亲也是如此 但是黑夜置身就表示灵魂将至 每一次的山穷水晶就是流暗花明的时候 过往地球每一次的生物大灭绝 也都是进入下一个境界的开始 这也就是灵性圈时常提到的阳身 阳身的概念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会再找时间说明 但基本上我们只要保持置身的意识 在一个好的频率 那么我们的盖牙母亲也会自然的想要保留住好的能量 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盖牙假说之父 James Lovelock 他生于1919年7月26日 也在今年2022年7月26日辞世 享年103岁 他于1972年的时候提出盖牙假说 而且他不顾反对和讽刺的声浪 持续为自己的假说提出更多的证据 而这些证据也对气候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 Posten气候影响研究中心的主任 Yohan Raksen 也公开认同表示 盖牙假说激发了新一代杰出的地球系统科学家 他形容Jim Lovelock 是巨人 而我们都是站在他的肩膀上 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欢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感动 都可以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哟 我是艾米丽爱你的命 期待与你再重逢 那一下 接下来 否则 这个 这次 这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